聽好朋友大家好,歡迎跟我們第三集團台南集社 留一個時間的節目,我是節目主持人,台南董主席 留一個地方,好來,繼續來講台澎大橋的多功能 多功能的,要讓台灣變成一個很強、很豐躍 這個投資機會變成片地黃金的地方 台澎大橋是一個很關鍵的建設 這個球不是單純一條球,陽春,陽春,台澎大橋就沒有了 怎麼說,朋友那種人口也在八九萬而已 朋友,那是又沒有包括一些外勞的人口 是這個最大的朋友,我知道了,真的大的朋友應該沒有超過六萬 有的貨口的朋友,人家在台北上班,在高雄上班,這很多 如果人口所朋友,現在通計是九萬多,應該沒有到十萬 如果順遲就人口,跟台灣的交通信,怎麼會有這個必要 還去到一條球,要做什麼 所以你如果只用改革現月份,這不是當務之急 台澎大橋不是當務之急,但是如果你有一個家位 要把馬京,要整個做一個中型的聲音,會放到多少 我的工具可以放到差不多三十萬人 中型的都市要比家義市更大一點 也不能太想太想這個,會破壞那個所在的生態環境 這個我沒有贊成 那麼你會說,啊,第二呢,第二代 第二,我們平和要動作海洋國家公園的標準去管理 所以喔,一家有地,平和要怎麼蓋出 第一點就是市區的這個中型櫃的,可以蓋大樓 要怎麼有更大條的路 再來,平和,你現在大橋蓋下來後 原本平和這個馬京基調 最近證明已經叫做平和基調 其實那個基調有但無法 你如果說橋蓋的那個基調就無效了 這不用多做說明,是怎麼無效 從簡單的,古早,這個高鐵那不通的是 喔,那現在去山山基調 那個火鈴基差不多十磅、五磅 爬高雄的啦 咻咻嚼的,哇,一直爬一直爬 高雄、台南因為,那火車 風景的坐,開高速公路 台南要四點鐘啊 高雄要四點鐘啊 太久了,要怎麼 坐火鈴基,火鈴基一點鐘就夠了 到現在有高鐵之後,還有那個快車 到現在差不多,點半鐘就夠了 到現在坐火鈴基差不多 所以大家都坐高鐵 坐高鐵之後,火鈴基就求你了 呵呵呵呵呵 所以,這當時 當時是因為因此在蓋高鐵的時候 後來,當中就是一條很大條的錢 那時候,社長頂在做行政議長 我還記得 社長頂就把一個航發基金 航空發展基金拿來投資這個 拿來投資這個高鐵 從政府裡面插槓就對了 這倒立在 那跟航發基金有什麼關係 本地這個航發基金是 李政輔時代 設立說 欸,這台灣其實一株嘛 還有二株啊 再來我們的工具不錯啊 其實可以發展 我們自己來製造這個 中小型的火鈴基 外銷全世界 火鈴基 不會火鈴基 提升我們自己的工具追蹤 再來賺錢 還會解決台灣的這個 三次之間的問題 當初在阿威伯亞時代 因為有這個想法 所以用這個航發基金 航空發展基金 那後來等到末後 跟這個 阿威伯亞末那期 所以決定說 要做這個 要做高鐵啊 從阿威伯亞時代開始執行 阿威伯亞那備當 那一隻 哇 那高鐵做好之後 我跟他說 爭取了 大家都要去坐高鐵 讓人家就沒試點了 所以 在當時我會記得 好像2005年啦 2006年 當時做一個中大的決定 把這條航發基金拿來 導出這個高鐵 這個告訴大家 這不是一條 聽什麼 我說 你講這裡 我是很注意這個 我們台灣的政府的政策 跟國家的發展的目標 我很注意 才有才會說這個 好 這航發基金 在高鐵下去 就不會 給人家就給人家 所以我們是怎樣 沒辦法 大家在航空公司 大家都要靠阿威伯 靠中國開放什麼 什麼生安啦 什麼北京啦 什麼福酒啦 什麼國昆明 都要靠 比很愛靠 共婦吃青 這就是 你如果本來 照理領事來說 說實在高鐵 對我們 台灣八成來說 也不太壞了 其實很方便 這也不對 但是 你這怎麼 自我萎縮了 香港公司 就國來 土不吃 就去上班 去找阿娜 找共婦 之後 受制於人 這有很大連帶的關係 其實當初想好 台灣在航空公司 不要走那個方向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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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對其他的國家 放其他的 較大的國家去 開票 這事情就不是這樣 因為現在想過 台灣現在最最依賴 這個 中國的行業 基東支 就是 航空公司 你如果沒有中國 在那裡比較大 街上我們 全世界都沒有中國 很難生成 這就是 我們把自己阿嬤棍 去給中國定調 好 我現在收到回來 現在 扯太遠了 你以後再跟大家解釋 好 朋友 如果台澎大橋開了 馬上受影響 就是 這對朋友來說 是天大地大好消息 後天 要來台灣 就不用 桌子 桌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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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多久以前 才知道是台下 沒有殺死幾十個 有方向再來 整個桑桑 哪會有回車坐著 馬經坐著 經過黑水浄 再來 黑水糕浄 在橋上 再來 一個 花蒜丁酒浄 再來 補地浄 再來 破豬浄 再來 加二浄 加二浄 來到泰坡浄 的時候就可以換高鐵了 你要更多時間 坐到泰坡多久 差不多 我高級了 我們叫台鐵的行車時間 差不多四十分 快快的車差不多四十分 再慢到一小時 坐到高鐵浄 換一小時 來到台北 點半小時就夠了 配給人家 一個高鐵的行列 所以 這有什麼來的 就是基調 其實就變得不需要 那麼 台北有建徵的 軍事的可能 但是軍事我一定會建議 這 如果真的要用建徵的可能 其實 用台灣的本土 不光補給什麼 都繼續你的男朋友 說什麼 現在建造機的速度金本 那個 這個 不金不是很大的問題 甚至你如果要跟金的 都去金門做一個 也沒關係 譬如 那個原本的馬金基調 那土地 幾六百塊 一個基調 都青菜碎都幾六百塊 那拿出來 做新企股的發展 馬公司的新的市區 的發展 甚至跟馬金那樣涼的 這就是一個 差不多30萬人的 中型的都市 所以現在馬金基調 馬金的 我在做貴賓 我知道了 差不多四五萬人 是這個最大的 馬金基調 一個小鎮而已 他可以發展到差不多30萬 喔 這 30萬人有什麼其他 再來 馬金港 澎湖的馬公港 就馬上跳急 本來是一個魚港 跟台灣的一些交通 會跳起來 變成國際港 他憑我 憑我 覺得他潛倒是有夠的 還精準一下 有國際港的條件 他撲起來 附地 整個台灣西海岸 西岸 縣市 在那裡 差不多分年 加里 台南都變成他的附地了 他剛才在這個航山 日本 韓國 買到東南 買到印度洋 的航線 他不用說 我在台灣本土 總共在那裡 貴賓 賓賓賓 第二個 第一的 鄉王 第一的 子計畫 這個 台澎大橋的子計畫 就是鄉王養殖區 有半個中華館 中華館 八百幾平方公里 我們可以在兩邊邊 各間出一個 四五百平方公里 海上鑲王養殖區 並世界最大的 人工政府租的 海上鑲王養殖區 子公乘一 子公乘二 就是 配合新市場 馬京新市場 跟基長 跟伊萬文股社區 做結合 變成一個 三十萬的中型的都市 這是第二行 稍後 休閒就怎麼說第三項